谁要署查获了有业者进口美国猪肉 却把产地标示成了加拿大或是英国猪肉来出售 桃园地检署也展开调查 昨天通知两方相关人员 一共13个人到案说明 询问之后两家公司的负责人 分别以30万跟20万元交保后传 明明是上班日冷冻食品公司外 却冷冷清清零间公司直接大门紧闭 因为他们涉嫌漏品洗产地的争议 当然是冤枉的啦 那现在就是在调查当中嘛 厂房人员海渊剩下低调不愿多谈 就在今年肉商星星冷冻食品公司 和瑞腾国际公司被抓包多次进口美国猪肉 却将包装产地分别标示为加拿大或英国 明显标示不实 且因为他们主要的客户为餐饮业 全台已经有多家的餐厅 使用到来路不明的猪肉 桃园地检署25号也通知两家的公司负责人 还有从业人员共13人要到案说明 讯讯问之后我们认为说被告 涉嫌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及诈欺及虚伪标示 及伪造文书等最嫌重大 涉嫌多起重大最先新新锐腾 两家公司的负责人分别以30万 还有20万交保后传 另外卫生局也依违违反食安法 对新新公司裁处新台币36万元 只是食安出现大破口 恐让消费者对食品把关上产生疑虑 记者林柱强讨厌报道